這個剛剛同學有提到就是這個文字的顏色或字型可不改 可以的 你在這邊齁 如果我是這個好了齁 點到它 點到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顏色 剛開始大家不習慣都會mark起來啦 mark起來就沒看到有沒有 只剩超連結嘛 所以你不要mark 你點到它 這裡打開 有沒有這裡就可以改了 大小啦 字體啦 然後呢它的 自左自中自右跟顏色 都會跑出來 就是不要mark 你不要把它這樣mark起來 mark起來就剩超連結 因為超連結我需要比如說這裡我要做超連結是不是就只有這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那第二個呢是剛剛同學在這邊 新增了一個 媒體進來 我看一下它有一個版型 好像這一個 不是 是不是 另外在上面 好這裡 他說 他想要把這個圖片或影片擺在左邊 但是拉不過來 請問怎麼辦 按上面齒輪 因為人家有講 因為人家有講 media在左邊的要不要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很多它的設定都在那個齒輪裡面 所以就看 它這個齒輪就是那個區塊 所以你滑到這個齒輪之後你有沒有發現它外面有框框把這個區塊框住 表示你又控制的就是這個範圍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剛剛同學主要有遇到這兩個問題 就是可以參考一下 那至於說那個後面那個底的透明度有沒有 背景 這都可以調 這些都可以調整 OK